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前面讲到吊凡先生拜访云谷禅师 在禅堂里面对坐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念头 云谷禅师很好奇 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廖凯先生把他自己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 二十年当中是丝毫没有插物 这时他想其心动念 也都是枉然 因此把这个心定下来了 云谷禅师这才告诉他 你这一生当中 会被命运拘束住 是因为你还是有妄念 不能算是功夫 只可以说是个标准的凡夫 廖凯先生听了之后 反过来向禅师请教 他是余温约 让肃可逃 曰 命有我贼 父子祭求 师叔所称 敌为明训 我教典中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长寿得长寿 夫妄于那释迦大戒 祝福菩萨 其狂于其人 这一段话里面 有很深的意思在其中 廖凡先生问 人既然有命运 这个命运可以能够逃避吗 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出来 禅师告诉他 命是由我做的 富了是自己求的 这两句话 里面有很大的学问 首先我们要明了 六道凡夫都逃不出命述 命述从哪里来的 古身鲜血 祝福菩萨 他们是过来人 他们对于这个四十真相 彻底明了 彻底明了 丝毫没有错误 这是我们要信得过的 如果用现代科学家 他们的说法 那就是空间 是无限维持的 如同他们所讲的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在理论上说 空间是无限度数 我们身在人道 只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 那么四度空间以上 为一次的众生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确确确实实有射业度空间存在 但是如何突破空间为次 现在科学家还在那里研究 空间为次突破了 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 你知道过去未来了 过去造的是什么因 现在得的是什么果报 这一生造的是什么因 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 不就读清楚了吗 这不是推算 比孔先生高明多了 孔先生是从数学 这个易经是一部数学 从数理上推断 推断的相当正确 但是不敢讲完全正确 因为推断 只要有丝毫的差误 那结果就完全不相同了 但是如果能够突破空间为次 那是决定正确 丝毫没错 为什么呢 过去现在未来 是你亲眼所见的 这些事情 实在说还不难 在古印度 婆罗门教 于且素论 这些大四门 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所以六道轮回 这个说法 不是佛教的 而是古无婆罗门教的 就是现在所说的印度教 他们的历史 现在在世界上 公认它有八千五百年的历史 比佛教早得很多 这些人都修成定 佛经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 因此六道之内的这个空间为次 他们几乎完全突破了 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 他说得很清楚 但是他只知其当然 而未知其所以然 这六道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这他就不知道了 因此 释迦摩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 他为的是什么 为了这些人有能力观察到这些境界 但是对于这些境界 还有许许多多疑惑不能够接触 释迦摩尼佛出现到世界 就是为了这种事情 所谓是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这样把释迦摩尼佛感应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说明这些现象的所有 佛在《大臣经》里面讲的很多 特别是在《华严经》上 不仅是六道 六道之外 还有四肾法界 还有一针法界 这个都是归纳起来说的 如果细说 那不是言语能说得尽的 就像科学家所说的 空间是无限维持的 跟佛在经典所说的话 完全相应了 那么这么多不同维持的空间 怎么发生的呢 佛告诉我们 都是从妄想分别 这些职责里面 编线出来 那我们冷静的去思维 去观察 众生的妄想无量无边 前念灭了 后念就生了 一天不知道其多少个妄念 不知道有多少的分别之处 这样造成不同维持的空间 造成不同的现象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舍法界一针装严 要用现在话 就是宇宙人生的现象 是唯心所现 唯时所变 就像我们今天在荧光幕上 荧光幕上现的像 这是新鲜的 这个像它能活动 它能产生变化 这个变化是十遍的 十就是分别执着妄想 这个东西它能把现 把这个现象改变 变得非常的复杂 这个是福 业余把这个宇宙人生现象的根源 给我们说出来了 所以 云古禅死塞将 命由我做 不是别人做的 与别人毫不相关 自己身外的境界 是一个幻境 金刚经上说的好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不是真实的 这种现象 佛给我们说 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无 就如同做梦一样 你不能说没有梦中境界 梦中境界确实存在 但是你不能说它有 为什么 它是虚幻的 确确实是了不可得 如果我们细心的去思维观察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的的确确是一场梦 我们晚上睡着了 人家把你身体抬走 你都不知道 由此可知 身不是我 西方的哲学家 很聪明 他知道 身不是我 于是他提出一个理论 说我思故我在 那就是称说 物质的身体 不是我 虚幻的 但是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的 这个是我 这是比一般人 要高出一等了 是不是真相 不是我思 我思是妄想 不是四世真相 所以佛法比他的境界就更高了 连我思也放下 缺乏地约 恢复到真心 恢复到本性 然后才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真相 在佛教里头 有个名词 叫一真法界 或者叫真如 或者叫第一一地 名词说于 佛用的很多 那么佛在教学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名词 他这里头有个用意 他这里头有个用意 就是叫我们 明了四世真相 不要执着名词 执着名词 又产生妄想分别之主 所以这个是设于教学的方法 教学的艺术 那么我们既然 奇了妄想分别之主 今天想把妄想分别之主 断掉 心里想 我也很想 问题是什么 断不掉 那个妄念还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功夫 不能成就 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明白了 深信不疑 这在佛法讲 我们只是解悟 我们没有正德 没有其辱真实的境界 要证悟才有用 解悟没有用处 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 结悟之后 要修行 要把这些理论 把这些方法 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逐渐提 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样子 才能解决问题 于是 这才说 六道里面的众生 这个是 妄想分别执着 比较重的 命有我主 我们这一生 穷通 富贵 这是命啊 这个命啊 是有定数 定数从哪里来呢 自己造作的 佛家讲的 因果通三世 人 决定是有过去世 有未来世 佛讲到 就近处 他讲这个时间 讲刹那了 刹那 这个时间很短暂 我们今天 讲时间单位 最小的讲秒 佛家讲刹那 刹那怎么个计算法呢 佛用弹指 这一弹指 有六十个刹那 一弹指不到一秒啊 我们如果弹得快啊 一秒中国可以弹四次啊 那么这一弹指是一秒钟的四分之一 这四分之一叫一刹那 这一刹那里面呢 这个一弹指有六十个刹那 就是四分之一秒啊 六十分之一 才叫一刹那 一刹那里面有九百个生命 就是念头 就是念头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这一刹那当中 有九百个念 九百个念头生命 这个太威胁了 我们一般人 觉察不到 我们常讲 促心大意 什么人能够观察得到呢 如定 定就是清净心 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扶住 所以相当深度的产定啊 这个生命现象见到了 那是大功夫啊 云古禅师恐怕还没有见到 大乘佛法里面讲 能够见到这个刹那生命的头树 大乘原叫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跟如来的果位非常接近 八地上面是九地十地等觉 那就是佛的果位了 非常接近的 这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今天讲念头 粗念啊 太粗太粗的这个念头 我们动一个善念 利益别人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古报是福 我们动一个悟念 悟念是利益自己 所谓是利己损人 这个念头在佛法叫悟念啊 悟念 国报是凶啊 国报是灾祸啊 所以一个人一生的极凶祸福啊 是我们齐心动念 严于造作的国报 也可以说是严于造作的现象 这就所以说是命由我足 真正明白人 通达人肯定这个说法 肯定这个事实 他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遭遇的是什么样的 恒例不善的环境 他绝不会冤天 绝不会诱人 他不会怪别人 反过头来他怪自己 我自己造作的不善啊 所以才受这种苦报 明了之后呢 那父要自己去求啊 怎么求法呢 改过千山 我在年轻的时候早年 我的父亲过世也很早 我二十一岁 我父亲过世 我们生活 正好遇到中国跟日本的战争 受过这个八年战争的苦难 学业没有完成 那个期间 我们是流亡学生 完全跟家庭脱离了 国家对我们算是相当不错 成立了许多 过例中枢 收容我们这一批流亡学生 学校是我们的家 老师是我们的父母 同学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对于学校 对同学 对老师 那一份真诚的 情爱 现在人没有法子想象 我们是患难当中生活的朋友 彼此互相照顾 过的生活非常清楚 我父亲过世 家庭里头一无所有 我流亡到台湾 在台湾工作了七八年 看看自己没有前途 我的老师张仰家大使 为我选择这个行业 他劝我出家 劝我弘扬佛法 我想了很久 他老人家的指示很正确 我就听从他的教诲 选择这个行业 我跟他三年 他给我奠定了基础 以后 我辞去了职务 到台中 跟黎宾南老居士学教 在台中住了十年 所以在佛法上 我是接受两个老师 十三年的教诲 但是在世间学历上 我只是初中毕业 而后这个一生 佛自己求 我明白了 我觉悟了 所以从二十六岁 学佛以后 我就小心谨慎 一教奉行 年轻时候 也有一些看命算相 看相算命的 给我算过命 这是我们中国人老风俗 年幼的时候 我母亲给我算过命 在台湾也遇到不少这些高人 算我过不了四十五岁 我的命比了凡还苦 寿命比他还短 他还活到五十三 我四十五岁就没有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学佛了 我就把我的寿命算到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以后没有了 四十五岁 这个期间当中 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成就 这个成就 就是决定要能够往生进土 我把目标定在这里 自己要有个打算 可是到四十五岁那一年 果然我害肠病 病了一个月 我也不看医生 也不吃药 因为我自己明白 医生可以医病 不能医命 命到了 你找医生有什么用处 所以就关起门起来念佛 求生进土 每天有几个学生 替我做一点东西 送给我吃 吃稀饭 讲菜 这一个月之后 身体慢慢就好了 我是一生都没有生过病 病好了之后 我们还继续从事于蒋经红发的工作 到晚年 越来越顺利了 记得有一年 我在山岛寺遇到甘筑霍夫 那也是我的老朋友 他是张家大使的学生 大概差不多大我二十岁 遇到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说金空发子 你过来 我们也是很难得见一次面 非常欢喜 他说你现在 命运完全转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从前我们都在背后说你 我说什么 说你这个人 人很聪明 可惜没有佛报 有短命 我说这些 这些可以当我面说 不要背后说 我说我很清楚 他说你现在这些年 弘扬佛法了 完全转过来 不但你有佛报 而且你很长寿 我很感慨的 到第二年 甘筑霍佛就过世了 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 一位很难得的大德 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规规矩矩的出家人 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 能找到这样规矩矩矩出家人 确实不多见了 那么我在香港遇到一位 就是神义法斯 大玉山 宝林次 我对他非常尊重 非常的敬仰 听说这两年身体也不太好 他对于中国佛教贡献很大 所以命可以改啊 改命的方法 觉悟之后再不走了 齐心动力 要为别人想 要为社会想 要为众生想 不要为自己想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啊 廖凡先生做了十几年 感应才先前啊 我自己差不多做了三十年 我自己差不多做了三十年 我宏法二十年才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又过了五年 这才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再过五年呢 那在世界上 许许多多地方啊 我们都建立了精忠道场 随到这个万年呢 确实 这个甘主和佛讲的话了 应验了 越来越顺利 心地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没有替自己想了 我今天合在这个世间 为别人合了 不为我自己了 自己没有了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的享受 早就放下了 应光大死晚年长时 我一无所有 我也不怕死 我现在差不多也入了他的境界了 自己一无所有 真的也不怕死 死对我来讲呢 是一种欢喜的事情 高兴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死了到哪里去 生从哪里来 死从哪里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就叫 命由我作 佛自己求 这个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廖凡先生 改命运 改得很辛苦 往后的时候 读这个文 我会提醒诸位 我自己这一生改的时候 我很幸运 我比他改得顺利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始终没有离开老师 老师常常在身边独处 指导 这个得利也太大了 我跟张家大使三年 跟李炳南老居使十年 十三年的时间呢 在老师的身边呢 这个得利也太大了 二体灭命 那个时候毕竟是年轻的 所以是很用功 但是没有达到古人所讲的标准 我们自己是用功努力 充其量 要跟自己打分数 也不够六十分 才及格而已 那么现在呢 现在大概可以能够到八九十分 所以 越来 这个效应越来越明显 这一桩事情 古大的长江要真干 我结合自己五十年学佛的心得 写了二十个字 人家问我 法师 你怎么个兄弟 你怎么教人 我都在这二十个字当中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这十个字 是存心 无论是顺境 逆境 无论是 善缘 物缘 佛家讲缘 是对人私 人私环境 是用缘来说 物质环境 是讲境界 顺境 逆境 是讲物质环境 善缘 卧缘 是讲人私环境 我们必须 在这些境缘当中 磨炼自己 一定要以真诚心 出事 担任 别人 用虚妄心 对我 没关系 那是他了 与我不相干 甚至于 他回报我 无弱我 陷害我 与我都不相干 我们自己要 一味真诚 待人 这个样子 转祸为福 转得快 再笑复来 除世待人皆无 要用亲近心 亲近军事 一尘不染 一尘不染 顺心 决不起贪恋的心 握尽 决不起 惩慧心 永远保持自己心地的亲近平等 自然 自然 就生智慧 爱护一切众生的心 油然而生 慈悲心 慈悲心 这个年三年 有效应 过去 我读 应光发誓的传记 应光大师 早年 住的这个疗房 房间里面 有蚊虫 有苍蝇 有跳蚤 这些东西 干扰 他的视觉 就是照顾他的人 想把这些东西清除 赶出去 大师说 不必 有他们在 闲事我自己修行的 德恨不够 不能够感动他们 不要赶他走 到七十岁以后 他的房间 去找这个东西 一个都找不到 果然 这些东西搬家了 在佛法的术语 叫千丹 就是搬家 他搬走了 应光大师 七十岁以后 我现在也七十岁以后了 这个两年来 我很欢喜 有了小口 我居住的这些房子 也有这些蚂蚁 蟑螂 常常会看见 这两年当中 逐渐逐渐少了 我在图渐巴 买了个小地方 已经有一年八个月了 刚刚买下来的时候 蚂蚁非常多 蚂蚂小虫很多 山上住了两位同修 我告诉他 决定不杀神 对于他们 要以亲近心 恭敬心来对待 不但不可以伤害 这些小蚂蚁 你害他这个念头 都要断绝 看到他们 我们获掌 蚂蚁菩萨 蟑螂菩萨 我们要这个心对待他 告诉他 我们生活环境不一样 房子里面是我的生活环境 房子外面是你们生活环境 希望我们 胡慕相处 互不干扰 互足互作 常常这样的心对待他 劝勉他 这个一年半以来 我再看看 那个蚂蚁少了90%了 现在还有很少 不想从前 成群结队 那我告诉大众 我们再努力两年 大概完全就没有了 用真诚的爱心 对这些小动物 不仅对这些小动物 对植物也不例外 我们这个花园里面 种了很多花 很多是树木 还有这些蔬菜 在山上我们自己种蔬菜 我们也是用爱心对待他 爱心照顾他 花开得特别美 开得香 这些小树蔬菜 长得特别好 我们不要用花肥 不要用农药 完全没有 是以爱心来照顾 有感应 连树木花草都有感应 这是我们想到 古时候传说的 圣公朔法 万石垫头 你石头都有感应 这个我现在还没有 没有这个效应 现在我相处的 只是到植物 植物跟我有感应 石头还没有 森公的功夫 比我还高一等 我还达不到他的功夫 这都是跟诸位说明 命由我作父子极求 我这一生当中 五十年学府所体验到的 命连树上的 命连树上的 转过来 所以不敢说得大自在 大圆满 但是自在圆满 是结晶了 有信心 有信心可以得到 下面文字上说 事述所称 低位民讯 古圣先贤 著作里面 所说的 的的确确 明明白白的教训 我们要相信 说我教典中说 我是云古大师 他是出家人 我教的 那就是佛教 佛教经典里面讲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长寿得长寿 我们凡夫 不能无求 我早年学府 心里也是有习求 张家大师看出来了 告诉我 佛师门中 又求别 这是他老人家 教我求的方法 别了凡是云古大师 传他求的方法 我求的方法 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 言语 比云古简单 非常有效果 他告诉我 你在真心祈求的时候 没有感应 求的时候没有感应 这是什么原因 你自己有业障 障碍 不在佛法那一边 不在外面 障碍不在外面 障碍在自己本身 本身有业障 只要把业障 除掉 感应就限起 有求别 我就问他了 向老师请教 我说这个业障 怎么除掉 他给我说 忏悔 忏除业障 普贤菩萨 在《华严经》里头说的 然后交给我 然后交给我 怎么灿除呢 绝对不失去拜梁黄灿 拜水灿 不是搞这个 所以我遇到这个老师 真的是个好老师 他说 不在佛法 不在这个形式 要再失智 什么叫失智呢 后不在座 比如 我们起了不好的念头 说了不好的话 做了不好的事情 现在知道 这是罪过了 这是错了 从此以后 我不再错了 这叫做真正忏悔 这样才能消除业障 假如你在佛菩萨面前 念经念咒 以为忏悔了 念完之后再造 造了以后再去念 这个没有用处的 这是完全错了 我的老师跟我讲实话 佛法重生智 不重心事 比如讲到戒律 他非常重视戒律 我跟他三年 他提到这个戒律的重要 总提了几十遍 我的印象最深 那怎样持戒呢 他告诉我 不必到哪个地方 求法师去受戒 他是用不住 他说那个没有用处 我说那怎么做呢 学一条 做到一条 这一条你吃了 譬如不杀僧 你真正能做到了 对于一切身无 绝对没有杀害的这个念头 你这一条戒就圆满了 不一定要去受戒 到戒堂受了戒了 受了戒你做不到 你就全破了 全犯了 那罪上不是加罪吗 所以老师教导我 是这个方法 学一条 做一条 做到了 那你真正受持了 所以我学佛得利于这些大善知识的教会 那么在前年 我遇到新加坡的纳丹总统 我们在一起吃饭 纳丹总统告诉我 他说我 他是 这个印度教徒 他说我最佩服的佛教 佛教重师智 不重行师 我听了 挺呆了 这个话 几十年前 张家大司跟我讲的 这几十年当中 我就没有听人讲过这话 我听纳丹总统讲 这内行人 这个人不简单 所以我对他也非常尊重 所以我们要懂得 究竟怎么个求法 真正消除业障 有求必有 但是业障习气重 这个不怕 我们需要耐心 需要时间来消除 你看廖凡先生 用几十年的时间 我也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 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不行 不是说断就断 哪有那么容易 毛病习气 自己一定要克服 常常提醒自己 所以古人重视读宋 非常有道理 我自己这一生能成就 我知道 我得利于讲台 我四十多年 没有离开讲台 天天在讲经 天天劝别人 天天劝自己 别人有没有得到利益 我不知道 我自己真的得利益了 这就是佛法常说的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熏修 怎么能成就 我们的毛病习气 是无量界熏息而成的 都是常识熏得的 现在我们要把坏的习气 我的习气捨掉 要学古神一些些 要学祝佛菩萨 还是要时间 所以如果没有相当长的时间 要有决心 有毅力 断除自己习气 这才能圆满成就 我自己的译佛 词 Hope 我自己的译佛 以后 让我自己的译佛 以后 让我黄瓜 怎能ws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